大家好我是哈馬斯 那今天帶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Rabbit Finance這個新的平台 他大概5月才上線 那他的成長速度快到連我們的BS 老大哥都在推特上提到他不止一次了 那他成長速度多快呢 大概在 大概在7月7號的時候可以看到他 總鎖倉量才6億美金 當天又漲到7億 隔一天又漲到8億 那我們現在看的時候 他已經 離9億不遠了 這是美金喔注意 那他的幣值 也是成長得很快 大概7月初的時候大概是 0.3左右 到今天已經 1.7、1.8 其實我昨天看的時候他才1.4 那這樣就會看出來他的 整個成長速度是多快 那7月初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他 Rabbit這個幣 上架了PancakeSwap 那我也是這樣才得知有這個平台的 我想這個很大程度上幫助他的知名度打開 然後他的成長曲線就再也回不去了 一路往上攀升 甚至他在DeFi的市值上也已經來到了96名 昨天我看的時候其實才120幾名 整個成長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到現在都沒有消停的機箱 那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也是 只打算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而已 然後就快速的剪出讓還想參與的人來得及參與 當然我們要保證說後續會不會像 前面一兩個禮拜這麼順利 但是這種快速崛起的東西 留點心思去 注意他 一定不會是錯的 即便你不想投入 那好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界面 非常簡單 他主要功能就四種 單幣存款 直壓挖礦 直壓挖礦其實AP 他的年化收益率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還有槓桿挖礦 那槓桿挖礦我自己 是在這個平台是主要投入的 那他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可以看到他的 年化收益率 很好看 當然這是複利啊 他的計算應該是 你每天的收益也就是這個1.35% 每天收取之後 自己手動付投進去 那其實就算不看 不看這個年化收益率 單看這個綜合年化收益率 其實也是快將近5倍 因為他這個是浮動蠻大的 他有時候會長到 5倍6倍7倍 但是基本上就是至少有4倍的 年化收益率 那他還有一個好處是 無論你持有的 是哪一種 他壁對裡面的哪一種壁 你可以不用兩種都持有 你可以選擇只投入一種或是兩種都投入 那取回的時候 也一樣你可以選擇說 你要取回 Rabbit 取回 他的壁對或是兩種一起取回 那還有最後一種功能是 董事會 這個應該可以想像成是 你直壓Rabbit 然後去幫助他整個平台的發展 那他分兩種池 第一種我自己有投入一些 因為他的收益率比較高 但是他缺點就是 當 通膨的時候 會鎖倉49小時 那他每次發收益的 時間是 12小時 以我這邊的時間來講就是 早上8點跟晚上8點 那他 決定通膨或是通縮的 定義 我看他的官方文件 應該是看說他的平台穩定幣 Carrot 那目前價格是 低於 1美金還是高於1美金 在高於1美金的時候 就是代表目前是通膨的 他會蒸發Carrot 那這就是我們獲得的收益 那低於1美金的時候他就會 把Carrot做銷毀 那這個要注意的是什麼 如果你的 收益 不是零 而他準備要做 通縮的燃燒的時候 那 你的收益會被清空 所以 大家還是 如果有投入的話 可能時不時要上來看一下 目前是通膨還是通縮 以免自己的收益被吃掉 那他還有另外一詞 是你可以隨時存取 然後隨時拿出的 這一詞就沒有關 通波通縮 通縮的限制 當然一樣他通縮的時候 如果他這邊的倒數計時 倒零的時候 他會蒸發或是燃燒 那一樣如果是燃燒的話 那你的收益也會被歸零 所以就變成通縮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把你的收益先領出來 那這一詞的 收益率其實也不錯 只是因為這筆錢 這筆小錢我暫時沒有打算要動到 所以我是放在這個 費率比較高 但是會 有鎖倉時間的 那因為他 鎖是鎖49小時 就是沒事通膨之後 基本上你可以想成 當character的 市價 高於 一美金的時候 那他就會持續的是 通膨的狀態 那目前看起來他要變通縮 其實 應該短時間內是沒什麼機會啦 不過反正 我就打算放著投資 那不論是直壓挖礦 或是 槓桿挖礦 那挖得的都是Rapid B 那這些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 富頭繼續 挖礦裡面 繼續做複利 或者是 直壓到董事會 那這樣就是一個 複利的效果 那董事會取得的character 官方文檔是說可以在MDE插上做兌換 但是 我上次要去 試著兌換的時候 他看起來是寫流動性不足 所以不給兌換 不過其實他在 METAMASK錢包裡面 還是可以直接做兌換的 所以其實問題也不大 那我目前自己的操作是 我會把他取得的character 再通過METAMASK錢包 把他轉換成Rapid 然後再看要投入說 槓桿挖礦 甚至是董事會講例子 那Rapid Finance他有一個 我自己認為的優點 是他官方文檔寫得 算好懂而且蠻詳細的 那 假設你想看的話 可以點擊這個按鈕 那他有中文版跟英文版都有 那他這邊 就會寫 他每一個 每一個存款方法的 步驟啊 跟回饋 然後他也會寫他的 合約策略 的設計 那可以看到基本上 以槓桿挖礦來講他是 使用PancakeSwap跟MDEX 那他是每小時會 自動幫你在這兩個平台做覆頭 他也有 圖片讓你看一下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其實都是蠻詳細的 那想了解一些這些Define平台怎麼運作的 我認為看他們自己的官方文檔 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而且可以增加自己一些對於 加密貨幣的基礎知識跟一些術語等等 好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這樣 我只是想要很快的 介紹一下 這個平台 因為他的成長速度實在太快了 如果我不早點PO出來的話 他可能就已經會長到大家已經不敢加入的時候 目前看起來 平台自己顯示是 1.8美 那 對比一些主流的 DeFi平台來講其實都還算是相對低價 而且他目前市值 市值96名 假設他要慢慢成長的話 其實還有一段 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成長 所以雖然說我不敢保證說 他未來是不是也可以那麼順利 因為誰知道明天可能就有更好的平台出現 但是短時間內 我自己認為 他的發展應該是很好的 而且甚至可以看到 甚至在我拍片的時候 他的值壓量也是慢慢在偷偷成長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大家 想要 針對 Rabbit Finance 做投資的話 我會在說明欄放上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 摸搜看看 研究看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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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